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ayPal公民新聞報 由台東生活美學館 在每年十一月定期舉辦的全國写生日 今年有近百人參與 也希望能培育更多愛畫畫的小朋友 成為無可限量的畫家 每年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是全國写生日 台東生活美學館 舉辦写生繪畫活動 有近百人親子家庭及藝術團體 來共襄盛舉 我們美學館 響應全國写生日 我們支持 台東的 藝術界的團體 可是我還有非常感謝小朋友 還有家長 支持我們美術教育的一些發展 這場活動就在台東縣立美術館 四周朝平幾旬 大小畫遊 在書音下 在回廊內 三五成群 盡情揮灑彩筆 整個美術館洋溢著藝術氣氛 就帶他們來參加全國写生日的活動 剛好可以親自同樂很有意義 我的媽媽很喜歡畫畫 師尼也一起帶來 現在感覺畫畫是不錯 很療癒的 知名畫家 曾馨平 今天在現場 用水墨畫的方式 來人像寫生 我會畫人物是因為 人物是最美的風景 所以我就想說來畫 喜歡畫給我畫的人 大自然油畫協會李市長 也是籌辦負責人賴世榮表示 今天有愛好藝術的畫遊 有三代同堂親子同來 有各畫會帶著他們的會員 來共襄盛局 表示我們台東並不是所謂的 后山文化沙漠 台東就是要靠大家 一步一腳印的 提升藝術氣息 一個在富剛成長的孩子 結識了一群 也想為家鄉付出的年輕人 他將老費報社 改造成創生基地 和不同年齡層的長輩攜手 透過文化走讀 在地文化導覽培訓 推廣課語文化 七間車緩緩駛入車站 這裡是位於桃園市 楊梅區的富剛小鎮 白色的歐式洋房 矗立在車站前的富剛老街中 磅礡的建築也透露 早期年代的風光 放眼望區有一棟特別的房子 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 討論著活動規劃 流利的客語回蕩在老宅中 這裡是青年們的創生基地 如果想要找一個地方創成的基地 可能早來早去 他們還是希望能夠找到房子才有意義嘛 不然如果只是找一個現代房子 其實就失去這個地方文化的 脈絡的一個本質 看是張博順 一個在福剛土生土長的孩子 因為參加志工活動 而結識一群也想未加上付出的年輕人 用以修代書的方式 將老費報社改造成一個 讓青年們聚集回鄉發展的據點 有這個地方能夠從這邊開始拓展 然後就是慢慢變成一個 資訊的一個交流站 或是年輕人能夠在這邊一起聚集 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蠻難能可貴的啦 老屋改造只是第一步 透過文化走讀 可於推廣在地文化導覽培訓 和不同年齡層的長輩攜手 希望以多樣的方式跟管道 讓大家再一次踏進富剛這個小鎮 請大詞 請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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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